Hello everybody,我是Robin 我是Doris 歡迎來到租客 改變你的租屋生活 我們最近有扣展到台中 如果你有任何需求的話 歡迎來到我們臉書粉絲團聯繫我們 這次我們接到一個全新的案子 它位於內湖區公寓的四樓 對面就是那個什麼公園啊 壁湖公園 我們剛才還以為是大湖公園 只有你以為而已 同時離內科也很近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帶大家進去看一下內裝長什麼樣子 這裡稍微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其實是以前有一個屋主 他們自己住在這邊住了很久 其實後來跟我們接洽的屋主 他算是二手屋主 就是他是今年才買的這個房子 所以他其實剛買沒多久而已 只是想說買來投資 然後可能未來有都更 所以他這邊就是希望委託我們處理 那其實你可以看出來說 第一手的屋主他其實維護的蠻好的 然後他的家具其實也都是用蠻好的家具 所以在這個房源上我們其實不會動太多很大的裝潢 不會像有些房源我們會很明顯的 before after 這一間可能相對來說沒有 我們就是把裡面的家具重新規劃 然後再補一些缺乏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感覺質感都還蠻好的 因為有一些這種還是木椅子 有時候會看起來很聰 可是我覺得他整體搭配起來還蠻符合這個空間的感覺 那我覺得可能就是換掉這個座墊的布顏色 然後這個通常看到這種布是有種 預蓋彌髒的感覺 只是說就是上面有些實用的痕跡 它其實對對有點可惜 那我們再來看你們怎麼改善它 這是什麼 桂卡的 所以它算是一個L型沙發 反正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整個客廳的空間 它其實採觀非常好 然後整個客廳貫穿到餐廳那邊去 整個空間都很大 那這邊是陽台 而且它這邊也還蠻安靜的 那陽台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一開始在做廠刊的時候 有發現一個蠻有趣的東西 就它這邊有一些花桃樹木 然後這個草上有一個鳥草 哪裡 在那邊 真的欸 但是目前好像沒有鳥吃了 不知道 來了這幾次都沒有看到鳥在裡面跑 其實有應該已經過世了 除了這個屋子維持很好之後 我覺得它的那個公共區域 就是樓梯間的部分也還蠻乾淨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就是鄰居在公共維護上面 其實還做的蠻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這個餐桌的區域 我覺得這個家具其實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那我自己在用測試的時候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它這個椅子是可以左右晃的 蠻有趣的 而且我覺得用圓桌其實還蠻不錯的 圓桌會議 現在大部分的人餐桌還是喜歡挑房桌為主 可是其實以前那種小時候家人吃飯的時候 我們家是用圓桌 我覺得還蠻符合這個空間的感覺 可是因為像這個空間是比較偏走道的部分 如果你用房桌 那其實它有那個角 這個空間的感覺又太銳利 所以我覺得用圓桌算是不錯的選擇 所以應該也會保留它 好那我們稍微看一下格局 它這邊就是餐桌的狀況 這邊就是廚房 那這邊有一個和室房 那和室房的話 我們以前遇到和室房的時候 大多的時候都會把它重新隔起來 但這一間我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其實整個外觀都很不錯 至於它是和室的門 也都是玻璃的 它不是那種紙窗 好然後在左手邊這邊就是三個房間 還有一個衛浴 主臥裡面也有公共衛浴 那我們帶大家來一個一個看過去 我們先看和室好了 雖然它是內湖區 可是我覺得是不是因為今天下雨 所以整個房間看起來比較陰暗 平常應該是採光不錯的 因為它這邊有個超級大的窗戶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就是有缺一個燈 所以這個燈我們會打不清 分享這個房子的有趣的小地方 這個和室它以前開口不是開在這裡 它這邊以前就是個牆之類的 我覺得我會被你打到 它這邊的開口是牆 它以前的就是開在這裡 喔很煩欸 那之後來前任屋主就是把它隔掉 變成一個牆壁 然後開口開在這邊來 只是它以前可能是用 比較木頭啊什麼的 比較不好的隔間的方式 所以它這邊有一點痕跡 那這個我們會想辦法處理掉 好那我們看下一間 我覺得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來看最左邊的這個房間 你看它有兩貓 我們剛才一進來的時候 就有發現到有貓咪的罐罐 所以判斷說之前這邊應該是有住貓咪 就是它其實有很多收納家具 然後我們就會是看狀況流用 對 那其實這個房間它就缺了一個床啊 就是有些家具有缺 然後也有缺窗簾 所以一樣就是把它補上就好 那最大的我們要做的一些更動 就是要補上電器 你可以發現這個房間它沒有冷氣 它甚至也沒有冷氣的電源器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去處理便宜事情 下一間 這個房間的右手便宜其實就是衛浴了 其實蠻基本簡單的 這感覺是後來新裝上去的 對 它的這個毛巾架感覺還蠻 蠻有質感的 對蠻有質感的 看它的那個蓮蓬頭也是屬於偏有質感的一邊 這感覺有換過啦 之前的屋主蠻有收穫品質的 它旁邊就是另外一間房間 這邊有原本就有放一個單人床 然後呢還有一個很像石墓的衣櫃 然後一樣沒有冷氣 下一間應該是主墨吧 它這邊就有做這種砍入式的 緊接著這邊就是一個廁所 除惡常常就是廁所都不開窗 可是它這邊是有開窗的 所以就是相對來講通風就比較好 然後比較不會容易發霉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它的衣櫃的貼皮 然後同時又很搭 它這個很神奇的床地 那個讓我想到 針盤鑽裡面的皇上 它會靠在上面這樣子 那你弄一下 真的很舒服 它是沙發床 但是它是木頭版的 就是夏天的時候睡這個草息很涼 依照我阿嬤的經驗 冬天就是也直接睡在這邊 因為睡這種英雄睡習慣了 我們來看一下廚房 我們剛剛已經有看到廚房 很漂亮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廚房是有更新過 所以它目前是全新的狀況 為使用還有保護書 只能說屋主蠻有新的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陽台的話 後來其實也很簡單的 那它們也有做過重機 所以整個都乾乾淨淨的 真的耶 那只是缺了個洗衣機而已 我們接下來就馬上開始改造吧 Let's go 是真的嗎 背口那麼重喔 那你先不要動它 得到一個鏡子 不管啦進去裡面 問題是你電視麻煩阿 電視要怎麼來 外面不好走啊 我要走裡面 不好走 要拆掉這個牆嗎 拆掉怎麼走 它裡面是核式 原本它是一個門啦 喔喔喔 啊這個套起來 對對對 啊它以前聖膠版 它這個影片 原話喔 這個你再去接 這個還是一樣會不會出 對啊 所有參賽者都直接很好 OKOK 哈囉 哈哈哈 師傅金庫二 怎麼還在錄影呢 你每天宣文之前 會不會想一下你要穿什麼 會啊 哈哈 那現在要看煎魚才是真的嗎 會不會弄髒 那弄髒的話你會選這個 我就不會選白色啊 會不會選這個 欸那你可以幫我們猜一下這個東西 好 那我可以編它 才我編什麼 那你會自己弄髒 為什麼還要髒過去 哈哈哈哈 你感覺你現在怎麼會燙衣服的人 我不會啊 好了沒事了 太奇怪了 好我們先去那個 哈哈哈哈 今天是我們第二次來到這個房源 那今日公司呢 就是讓各師傅來場刊 就是他們要做的事情 然後再給我們報價 那我們今天完成的估價有 第一個是冷氣工程 除了要確定他們要安裝的位置之外 我們還要確定他們是不是有 有電源可以用電 那我們剛才看到是 房間是完全沒有220里的電的 所以剛才就是師傅就在研究說 要怎麼樣去拉電到房間裡面 第二個工程呢 就是木工工程 就是原本的合適的隔間牆 它有一部分是使用那種三甲板 那浴水潮濕的時候 它就是可能會膨開會裂掉 那種東西是 你可能補漆上去 也沒有辦法修補它的 所以我們決定要把它拆掉 然後重新做細酸鈣板的隔間 我們其實最小房間裡面的牆壁 它其實有點出現像粉粉的必來的現象 那這個是原本屋主 它有請另外一個廠商去做 露水的修補跟補漆 那今天就是來看說 就是後續它會不會變得更嚴重啊 那結論是不會 那就是在做一些可能刮除 然後重新做些防水就沒問題了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終於整理完畢了 那讓大家來看一下我們目前的成果 首先可以看到這個客廳 其實我們實際上動的東西沒有到變化差距非常大 因為這個房子的體質其實已經很好了 所以我們就是有點像局部的去抽換 舉例來說像是這個茶几 原本的茶几它就比較成就一點 那我們就是把它換掉換成一個比較新穎的 原本比較老舊的座墊我們也把它換成就是素色 然後比較簡單的一點的風格 那原本窗簾呢是一個藍色的窗簾 我們也把它更換掉更換成白色的紗簾 又跟整體的風格更搭了一些 那餐廳跟客廳一樣其實也沒有做太大的變動 做一些清潔 那包含廚房和後廊台也是這樣 我覺得好像變動比較多會是 房間的部分 對 落室裡面我們有新增一些家具 那我們先帶大家去看最小間的雅房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房間 它其實沒有新增什麼太多的家具 原本的這個床組是從隔壁房間移到這邊來的 書桌跟這個四斗櫃都是原本屋住留下來的 那唯一我們有新增的家具就是這個衣櫥 然後還有這個書桌椅 然後我們還有幫它新訂了一些層架 再來還有裝點 重要的是我們有幫這個房間還有隔壁的房間裝冷氣 房間原本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我們等於是從底幫它牽了一整條線過來 這算是比較必要的裝潢 那隔壁呢大家看到這個床應該會覺得很熟悉 它其實有點被遮擋到 但是我要拿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和尚床 我是說它是和尚床還是宅床 黃上床 黃上床 是黃上床 因為它的面積沒有主握大 所以我們這兩間都是設定在單人家大的床組 所以我們把這個原本的移到隔壁房間 然後把那個黃上床移到這邊來 因為我們本來考慮說是不是要把它換掉 但是它的質感真的太好了 所以就把它留用到這邊 像這個床頭櫃 這邊也是原本舊有的 屋主留下來舊家具如果只要是可以用 然後我們覺得質感不錯 我們就會用新家具去搭配的方式 讓舊的家具也可以好好的被妥善利用 那新的部分呢就是搭配了這個IKEA的書桌跟書桌椅 就我自己還蠻喜歡這樣子的搭配 就是白色配這個淺香木色 然後也幫它搭配了一個橙板 那一樣的是我們這邊有裝一個冷氣 因為它原本是沒有冷氣的 現在在台灣住房間哪邊沒有冷氣 所以我們特別拉了一條線過來 那我們到下一間最大間的主臥房 那可是大家會不會覺得說這間就特別不一樣 那主臥室呢我們做了比較多的變動 首先上次格局的變動 原本那個黃上床的床頭片是在 靠床那邊 對靠床的 現在把床就是移到床頭是靠這面牆 然後旁邊新增了一個書桌區 然後呢因為它的空間比較大 然後想要妥善利用每一個空間 所以這邊我們也還有設置一個單人椅 就是一個簡單的休憩區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雖然我的床組然後書桌椅還有撐架 再加上這個單人椅都是新的家具 但我們這邊還是有留用一些舊的家具 像這個櫃子對阿嬤家會有的 但是我覺得它其實不是醜 它只是就是缺乏搭配的魔力 就是只要好好搭配的話 其實也很容易跟新的家具做搭配 那這邊就有三個抽屜 然後一些雜物阿什麼的 都可以收納到這個櫃子裡面 所以我們到時候還是把這個 舊家具留下來了 然後還有這個啦 小矮凳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小矮凳也是 原本屋主留下的舊家具 很有一些古典舊舊的感覺 整個質感如果真的摸到的話 它其實是10亩的 跟這個空間搭起來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留下來使用 然後呢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我這間房間 就精心的佈置過 如果想要看就是詳細的佈置影片的話 歡迎點我們上一個 臥室改造的影片去看 那這個房子其實本身基底就很好 那屋主之前遇到的問題就是 他想要儲到一個金額 但是他卻一直都沒有真的人來租 那我們幫他訴理的原因就是 他雖然基底很好 但是像他缺乏冷氣 然後他房間本來也是缺乏完整的家具 光缺乏冷氣這一點很多人就會覺得自己還沒冷氣就很麻煩 就不會想來住了 所以我們只是很單純的幫他做了一些 必要的東西的補足 總共裝潢的期間大概在兩個禮拜內 整體費用其實也在20萬內 其實大部分的預算都是用在修補跟做新的工程 裝飾的部分真的花到很少 其實這邊也可以跟大家講一個觀念就是說 房子本身很多看不到的地方 其實他花的預算是最多的 房子本身要提供的功能要做到還是比較重要 補完之後呢 大概也會提升住金 預期大概會提升20% 那我們也是預期說可能大概在兩個禮拜左右就可以做出租 那如果你是有房子想要做處理的觀眾 請歡迎聯絡我們 那我們會幫你做房子健康檢查 然後幫你看一下說你的房子需要花多少錢做整修 然後他未來的出租價值是什麼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希望你們能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出去 那感謝你們收看 下次再見 掰掰